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顶流陆寒 为何在近两年销声匿迹 以一己之力对抗资本的蔡徐坤 为何突然查无此人 偶像师生的肖战到底做了什么 而他真的能翻身吗 2008年陆寒以XO组合成员出道 可以说这个组合开创了一个偶像新纪元 出道当年就拿了6个韩语顶级大奖 此后每年大奖不断 至2018年 这个组合共拿下168个奖项 更是被誉为东方神奇Super Junior Big Bomb之后韩语巨星 首张专辑就在韩国日版取得了双一的好成绩 之后更是获得了音乐 威榜内地最佳信任组合 最具人气歌手等想象 可以说90后的青春里 即使没有追过他们 也绝对听过他们 而陆寒作为组合中人气最高的成员 他的粉丝基数可想而知 一张脸开始了花美男时代的陆寒 成为了之后我国各大选秀中 来又受男性审美的代表 多元化的审美自此开启 然而XO处于寒流衰退的时代 陆寒等中国成员 在伤病复发等原因之下 将工作转回了国内 但人气不减反增 各种代言隐约不断 之后的跑男更是将陆寒的流量推向顶峰 可以说 从陆寒开始 我国的流量时代才真正拥有了顶流二字 当时的陆寒几乎成了娱乐圈各大节目的香波波 就连一些大牌艺人也都主动抛来橄榄枝 微博粉丝评论 更是两次创下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国内几乎没有一个艺人数据能与之相比 所有人都以为 他将开启属于他的流量时代 然而好景不长 2017年10月8日 陆寒公布恋情后 粉丝大规模脱粉 人气骤降 当时除了粉丝震惊 就连娱乐圈不少一线艺人都成了吃瓜群众 微博自马荣出轨后 第一次爆炸性瘫痪 可见陆寒影响力之深 虽有不少网友对于陆寒 在巅峰时期公布公开恋情的做法表示敬佩 但对于一个流量艺人来说 粉丝是根基 陆寒也成为了第一个因恋爱脱粉数据创历史新高的艺人 在此之后 陆寒的事业逐渐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虽然片约综艺依旧不断 但好评度大不如前 几乎成了烂片的代名词 他成了第一代流量牺牲品 2018年 20岁的蔡徐坤C位出导 恭喜个人练习生蔡徐坤 同样有过韩国练习生经历 蔡徐坤的星途 却从一开始就饱受折磨 2015年 他参与星动亚洲成为15强 次年成为10人男子组和SWIN成员出道 但在之后的两年里 这个团几乎销声匿迹 蔡徐坤更是查无此人 经纪公司在比赛时 已经靠粉丝赚的盆满钵满 又怎会在意这些男孩出道后的死活 一轮又一轮惨无人道的打压之后 队友坚持不住选择解约 换来的是高额违约金 备受折磨的蔡徐坤并没有选择同样的方式 而是通过打官司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018年 蔡徐坤在与前公司处于合约纠纷的情况下 一个人练习生参赛 因出色的唱跳能力 他在开始就成为了主题曲C位 之后在总决赛飘述远超第二名的情况下 C位出道 这在当年一众有经纪公司撑腰的练习生中 几乎达到了逆天改命的程度 也成为了第一个 粉丝的力量成功对抗资本的案例 可以说18年的那个夏天 偶像练习生成为了许多人难以忘怀的记忆 自此之后也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选秀节目 可以与之媲美 然而粉丝的凝聚力是练金师 也是催命服 蔡徐坤的粉丝基数庞大 年龄短层明显 年纪小的粉丝在与其他艺人粉丝对来时 口不择言 一度给别人留下了十分拨好的印象 最后甚至到了谈及蔡徐坤粉丝 就被惯赏拨好的标签 之后蔡徐坤受邀成为NBA形象大使 由于之前大众对他粉丝并不友好的印象 以及蔡徐坤本人并不熟练的球技 他自我介绍的云球视频 被大量博主剪辑成了搞笑视频 以此嘲讽他的不自量力 一时间成为了各大视频网站谈论的焦点 在那时谈及蔡徐坤 似乎就必须抱以耻笑的态度 否则就是不合群 而他本人和粉丝 也相继受到了不同程度的网爆 蔡徐坤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几乎不曾露面 每次出现弹幕总是各种不堪入耳的谩骂 直到后来 一个人的出现将大众对他的恶意全盘转移 甚至可以说增加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 2018年 肖战凭借陈情令为无限一决大火 靠着一段长街喝酒的视频 尚在拍摄陈情令的肖战 就成了某二次元网站的暑期罢评 大量援助粉在看到了肖战的路头后 对大IP改编的陈情令纷纷改观 使为波鲜火的陈情令热度也达到了新高 此前就被称为湖中顶流的肖战 因与赵露丝出演网剧男二小伙了一把 与陆寒和蔡徐坤不同 肖战是所谓的顶流中唯一一位爱豆转型的演员 2016年肖战参与燃烧八少年 凭借扎实的演唱功底 收获了不少粉丝 之后所在的队伍未能获胜出道 但在公司迷一般的操作下 回归受处生活的肖战被重新找了回去 与其他八位成员组成X9少年团出道 所谓出道即巅峰 之后的几年时间里 这个团一直游走在娱乐圈的边缘 演唱会上座屡少 电视剧也没人看 曾经的万中瞩目 慢慢成为了背景版 之后相貌出众的肖战 在某次团宗的古装伴享 受到了心力的赏识 先后参演了几部古装剧 然而世事讲究势均力敌 肖战在团内的突出 受到了某些粉丝的攻击 在团活动结束后 受到了黑粉的当面辱骂 他成了黑粉口中的白莲花星际boy 普通人皱转成偶像的肖战 一时间陷入了迷茫 而曾经有个音乐梦的他 在此之后决定转型成演员 在2019年成功凭借陈情令 成为人们口中的顶流 而肖战粉丝的数据能力和购买力 在近几年的统计中 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而他本人的一举一动 也都达到了逢是必热的程度 肖战因此拿下了某项颁奖典礼的 年度热搜词条第一 还获得了多个新人奖 可以说他的吸粉速度 达到了近些年 人们几乎不敢想的程度 2020年2月27日 在全民抗议的关键时期 肖战登上了热搜 作为仅半个月 就有大大小小几百个词条的心境顶流 肖战在全民注视下 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起烟是维粉举报了CP粉 在某网站上 所写的一篇名为 《下坠》的同人文 内容为女化肖战 且内容达到了18禁的程度 在维粉与CP粉的骂战中 无辜的路人受到了波及 相关网站被迫关闭 小众圈子里的写手 爱好者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 然而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后来粉丝们的骂战持续升级 上升到了所有因被波及而不满的路人 路人也开始加入骂战 于是事情愈演愈烈 而事情的中心人物肖战 自始至终没有发生 工作室所发微博 也被人批评为印象不明 于是偶像师生 成为了那时热搜的常驻嘉宾 即使后来肖战多次发表道歉声明 人们似乎也无法忘记 那个腥风血雨的227 这场事件 也使即将登顶的肖战 在短暂的绽放之后 陷入了沉寂和大众的抵制 但自肖战之后 娱乐圈开启了演员顶流时代 打破了曾经的爱豆时代 丁宇希 程毅 甚至于最近大伙的工训 张哲瀚 演员们也开始从埋头拍戏 渐渐走到大众面前开始营业 各大刊封面 电子刊 快箱品 代言等 也成为了一条龙服务 造型开始变得频繁而精细 人们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化 而流量在活跃的同时 也隐藏着巨大的不可靠性 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下个顶流 每个人也都可能从云端跌落地狱 那么你认为 下一个顶流会是谁呢